会不会发款 我没有摆保险会不会发款 我答案是会 但是呢2019年呢 会不会发款 2019年不发款 只有2019年没有发款 2020年今年又恢复发款了 那么有人说不是不发款吗 为什么还要让我补钱 因为你2019年买了加州健保 拿到了补助 拿到补助以后 那么呢你的收入提高了 对不起 你就要把多拿政府的钱 要退回去 如果你不买的话呢 也不罚 但你买了享受政府的补助 输入变化就要一进一出了 那我们发款是怎么罚呢 你看看 所有的加州居民就必须 要有合格健康保险 如果要豁免的话呢 你需要有一定的要求才能豁免 那么呢我们需要提供 加州的税单要缴纳罚款 加州税单为什么缴纳罚款呢 因为就要看你们那个报税单上啊 是几个人呢 你家户口本还有几个人呢 就看这个上面啊 那么呢 什么时候呢 可以什么时候罚款呢 我刚才找你会计师 这上面写了 当我们申报2021年春季 提交我们的报税单的时候呢 就开始了 我们这个纳税的时候 开始了我们的罚款了 这个时候会计师就说 你把你的1095表拿来 就A和B和C拿来看看 你没有对不起 就要罚款 就会罚款 那么什么人的话呢 许多人通过以下的方式 获得合格的健康保险 那么呢 雇主给的医疗保险 还有呢 从这个 从保险公司直接购买的保险 这些人的话呢 是不需要罚款的 那么呢 我们但是呢 要提供证明 怎么提供证明 不是我们嘴巴讲的 也不是说我拿一个 我的那个银行对账单 不是拿银行对账单 是什么 1095 记住1095 大家记住 一月份呢 我们会收到1095 不要扔了 不要扔掉了 有人就随着把它扔掉了 1095分ABC A呢是什么呢 A呢 就是从加州健保购买的 是拿到补助的 拿到补助的 那个B呢 是什么呢 是白卡 或者是什么呢 我们买的商业医疗保险 那么呢 C是什么呢 是雇主给我们的 购买的那个医疗保险 我们在一月份 都会收到这些 我们报税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把1095 交给我们会计师 你不交的话呢 有些会计师呢 懂呢会问你要 有些会计师不懂 就不问你要 不问你要 当你报完税 对不起 反正你过了不久呢 你会收到IRS 给你的信了 因为他 你们通过3号 他知道你买了呀 他说OK 你买了健康保险了 你为什么不升到呢 那么呢 请你在几号几号 之前把你的 健康保险的 这个证明提交 否则我们要罢款 这时候呢 你要让会计师 重新帮你做一次 可能又要 跟会计师 交点费用了 所以呢 大家在一月份呢 千万不要 就跟我们 说到W2 1099一样了 1095 千万不要给他弄了 不要给他弄了 如果1095A 通过加州健保呢 如果找你经纪人呢 可以当场给你 调出来 但是B和C 调不出来 需要跟法序公司要 这个呢 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 需要几天的时间 有时候甚至问你的雇主要 那你的雇主呢 要问保险公司 中间又要花 两个礼拜左右 所以呢 这个非常重要 记住啊 1月份有W2 1099 1095 这三个表格 一定要收集好 那么呢 申报 申报我们周税时候 可以申请的豁免 这什么豁免呢 就怎样 可以不要罚款 你说我不要罚款 我是什么 为什么不要罚款呢 因为我符合 什么什么什么条件 你只要可以提出来 那么你就可以不罚款 怎么样不罚款呢 三个月 那么呢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白卡 只是白卡 有白卡呢 我们就不罚款 不罚款 那么呢 我们三个月呢 没有保险的话呢 也是不罚款 有人问我 我到底几个月 不买保险不罚款呢 我现在今天我在中国 我住了六个月了 罚不罚款 罚 因为你超过了三个月 没有保险 要罚了 这个呢 我有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罚款 罚多少 罚多少 这个也是一对 一对三十五岁左右的夫妻 两个年收入 这罚款是跟收入有关系 收入 如果是三万五千块钱的收入 那么呢 先生三个月没有保险 那罚多少呢 太太全年有保险 先生没有保险 那么呢 不罚 为什么呢 他是在 他们呢 因为为什么呢 不罚款 因为他是三个月没有保险 所以呢 先生不需要罚款 那么呢 如果说先生四个月没有保险 在中国了 大概四个月没有保险 罚多少呢 罚250块 罚250块 是基于是三万五千块钱的收入情况下 罚这个 罚250块 那先生一年都没有保险呢 那么呢 罚750块 罚750块 太太有 那如果说呢 夫妻两个人 夫妻两个人全年都没有保险 那么罚1500块 罚1500块 那么如果说 夫妻两个人收入是在三万 在五万三呢 也是一年都没有保险的情况下 如果这四口之家 那么罚多少呢 罚2250 罚2250 那你就罚不来了呀 一个月差不多罚了 两百块钱左右了 那如果你买医疗保险 两个小孩是免费的 所以白卡 看了也没有多少 对不对 但也没有多少 你买个同计划 也没有多少钱 那为什么要去罚款呢 还提醒交代的这一年 是不是啊 所以说的话呢 这就是罚款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南娜在这个现实生活中 南娜 在现实的生活中 有很多人不买健康保险吗 嗯 有 他们有些为什么呢 他们就是 有几种情况不买保险 有些第一个认为身份不符合 他自认为身份不符合 还有一个呢 嗯 他是觉得 不想提供他的这个收入状况 啊 有些不想提供他的移民状况 啊 那有些呢 他嫌麻烦 啊 嫌麻烦 都说的 这交付多少钱 我有钱 我有钱 我爱罚不罚啊 是这样的 所以会有这些 大概有百分之 如果他生病的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生病的时候对不起 要全额自负 要全额自负 啊 有人说 我 我除非什么情况呢 除非你是家庭 你是低收入 啊 如果你归到你的低收入家庭了 你可以不罚款 啊 不罚款 而且呢 你生病的时候 随时 随时可以 那个 由百卡来提供 随时可以来提供 但条件呢 你家里要是低收入 要是低收入 否则的话呢 生病了 对不起 要自己掏腰包 自己掏腰包 那什么情况下 不掏腰包呢 如果我们不信 很大的病 几十万上百万 我的存款已经没有了 我的房子也没有了 这时候要向政府报费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已经 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这时候可以 政府说 OK好 我来帮你了 我来帮你了 所以说的话 政府这么好 对啊 当我们变成了 1200的时候 政府就来帮我们了 所以呢 大家不要 报这个奖心 政府的钱呢 也是纳税人的钱 也是我们这些人 赚的钱 工资呀 地税呀 其实也是来自纳税人 对不对 是的 确实是的 所以呢 不要报奖心 还是尽量 在这三个月之内的话呢 来买保险 有些人说 我现在没有在美国 我在国外 怎么办 可以赶快跟你的经纪人联系 提供你的情况 那么呢 及时呢 跟你的那个会计师联系 还有一点呢 如果我们要拿补贴的话呢 我们不能够去把我们的报税 不能严税 不能严税 比如说我严一下 我太忙了 我太忙了 我要五月份 六月份和九月份 可不可以呢 你不拿补助的话 可以 但是你要拿补助 对不起 你不能够严税 不能够去严时间 因为他要求你要提供你的收入证明 你因为政府给你一年的时间了 你还不提供收入证明 那对不起 政府就给你砍掉了 就砍掉了 是这样的 所以说的话 有些人呢 他不想买保险 就是因为一些麻烦 但是他一旦生了病呢 哎呀 就比较糟糕的事情就来了 再有一个问题 很多人就是 就问 这是大家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白卡是不是公共负担 那我的回答是 是公共负担 但是呢 有区别 有区别 什么是公共负担 已经实施了 公共负担 那么呢 加工负担啊 和白卡的话呢 白卡是什么呢 白卡就是公共负担 但是呢 有些白卡 他也不是公共负担 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 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 那如果你是投资移民呢 你拿了白卡 比如说 没关系 我大人 我大人不拿白卡 我大人拿补贴 我小还是拿白卡 可不可以呢 好像应该不可以吧 你是投资移民进来的 对不对 投资移民呢 所以这个呢 就建议呢 我会通常建议 去问你的这个移民律师 他会帮助你 那么还有些人呢 是说 我是政治庇护 我可不可以拿白卡 可以 但是呢 成人拿白卡可以吗 成人拿白卡 我不建议 你知道为什么 这有一个问题 成人叫做 紧急白卡 不能看病 成人是不能看病的 成人拿白卡 只能看什么 只能看急诊 或者是急诊引起的住院 或者急诊引起的住院 所以如果我们是庇护拿到了这个公卡的话呢 成人不建议拿白卡 不建议拿白卡 而且的话呢 去办身份的时候呢 也许会受影响 这个呢 要效益的这个律师 要这个 咨询 那么我们有客人呢 他们呢 去办了庇护 拿大公卡 去申请设计设计计案号的时候 有面谈 就问了 就问了 你有没有拿政府的补助 有没有拿补助 有没有拿白卡 他们说没有拿 但是他问了 你有付钱吗 他说没有付钱 所以说我们拿保费补贴 是自己付钱了 就没有问题了 他要问了 这是最新的消息 就前天 我们有客人去涉案局去拿涉案号的时候面谈的 就问了这个问题是公卡 你有没有拿政府的补助 我们可能想了一下 他问了你有没有付钱 他说我有付钱 OK 所以这是政治庇护的 所以尽量关于身份跟白卡 尽量去问你的移民律师 我这边什么情况都可以帮你办 只是办出以后结果对你的身份有没有影响 我不知道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这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担保人被担保的人移民后能否申请白卡 有些我担保我的兄弟姐妹来了美国了 我担保我的父母来到美国了 我父母今天来了 马上拿到绿卡了 已经65了 70了 80了 因为有工作了 那赶快了 去申请各种福利了 可不可以呀 政府给不给 给 可是呢 我们担保人在后面 担保人了 我们担保人会要 就要来付了 所以说如果你担保移民 获得了任何公共负担 所以你有责任将这些福利的费用 偿还提供给这些福利机构 如果你不偿还债务 这代理机构和移民局可以起诉你 要求其偿还欠款 所以说我们帮人做担保了 这个人来到美国以后呢 那拿到了福利呢 那就不爽歪歪了 担保的人呢 会要还的 什么时候还呢 比如说我们朋友的妈妈 谁都拿了十几年二十年呢 什么事都没有啊 对呀是没有 因为这个人呢 还没有 还没有往生 他的福利还没领完 等到这个人把所有东西领完了以后 担保了这个人呢 担保这个人呢 他过世的时候 他的财产要Purbay 要到法院Purbay的时候 这个就看了 你有帮谁做担保啦 你担保这个人有福利呀 这个是要开车给你 全后赚账了 全后赚账了 所以呢 这个的话呢 你们在移民局的时候 就你们移民律师时候 帮你们做的时候呢 都已经告诉你们这些情况 所以你呢 只要跟这些有关系呢 我都建议去跟你们移民律师 要详细的去询问一下 那么呢 父母来以后怎么办呢 没有保险呢 一条保险怎么办呢 买加州健保 买加州健保 不建议申请你摆卡 那加州健保一定有收入啊 如果父母没有收入啊 我会问他说有收入 为什么 你在中国的退休金 那你在美国 父母帮你干活啊 帮你做饭做菜啊 那你可以给他一些收入嘛 对不对 你反正都算他的收入 那么呢我们就想一个人就一万八 两个人就两万多块 是不是 那么呢 他就不拿白卡 而且呢 他那个福利特别好 这个医疗保险特别好 所以呢 我通常不建议大家去 父母呢拿白卡 那距离情况呢 就万百万点来 可以来讨论啊 白卡要还吗 要还啊 这是根据这个法律啊 法律针对55岁后仍然享受白卡的人呢 政府将在当事人网搜后追搜名下房产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上这个网上去看啊 上这个网上去站 如果你是白卡呢 你没有房子没关系 你有现金的话呢 反正可以把它提出来吧 但是有房子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 所以呢 如果我们在名下有房产的话呢 那我们到了55岁以上呢 那成人的话 我也不建议我们去申领白卡 也不建议申领白卡 那么还有一只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就是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我的小孩子今年读大学了 明年读大学了 那么我们是小孩子拿的白卡 这是买的这个加州健保 那我还要保持还是买学校的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我的答案是 如果你家小孩子在外州读书 那你要买学校的保险 那么因为我们是 我们是联邦制的国家 我们的加州的保险 只cover加州 不cover外州 如果你今天到纽约州去读书 我们的加州医疗保险 在外州只能看急诊 是不能看医生的 也不能到学校的医务室去看的 所以你必须呢 要买的话呢 必须要买那个 你的这个加州 要学校的医疗保险 学校医疗保险 学校医疗保险好在哪一点呢 学校医疗保险呢 可以到医务室去看病 他们很准备才五块钱 五块钱 五块钱 但如果你家小孩子呢 现在呢 是在加州读书 你可以考量 可以保持 可以考量保持 可以考量保持 因为会比较便宜 比买学校的保险 你的体验的 有点心碎是 有点那个说话的声音质量不是很好 是你的这个电脑网络有问题 然后呢 现在我们已经快四点钟了 然后希望你那个就是 等一下 等你的电脑网络恢复了 我们就差不多要结束了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好不好 现在你的网络有问题 哈喽 你听到我说话吗 不好意思 我心情不太好 可能卡住了 听不清 对 你现在就是说 你的声音的质量也特别的差 现在就听不到了 你能听到我讲话吗 非常那个 就是有通话质量不好 原因是 你一讲话 然后变成里边很多的噪音在里边 你知道吗 那你现在把你的这个share screen 先关掉好吗 我认为是你的这个电脑 是大概你们家使用太多了 你先把这share screen stop OK好 现在可以了 好 现在可以了 对对对 好 那个那个 李宏请讲 你刚才什么问题 OK 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然后刚才你家的那个电脑的讯号 也不是很好 然后呢 如果说你能够就是说 接下来的问题的话呢 我们差不多 就是要要结束了 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 提个问题好不好 好 可以 正好已经讲完了 就是刚才你最后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孩子读大学 是不是需要保持加州健保计划 就你刚才说 如果是在外州读书的话 最好就是随着学校购买 就把加州的健保计划停下来 这就是你刚才结束的 对吗 对 我看到你准备了好像45个这个PPT的slice 最后是什么内容呢 最后就是简单介绍一下红蓝白卡 红蓝白卡 这个也蛮好的 那你就告诉大家吧 什么是红蓝白卡 好 红蓝白卡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加州健保呢 是cover了65岁以下 所以大家呢 所有的人呢 要记住65岁 这个是我们美国呢 一个common sense的年龄 我们65岁以下呢 就属于加州健保 65岁以上呢 就属于红蓝白卡 那么我们那个医疗保险就要换了 就换了 就不能买加州健保了 那我们就要去申办这个红蓝白卡 红蓝白卡就是我们的退休医疗 退休医疗 这个是到哪里去办的话呢 我们会再讲 我到哪里去办 就说 我应该如何申请 就是呢 当你在65岁生日的前三个月的时候 我们要到设安局去 设安局去 然后加入这个 这个medicare 那我们去申请以后呢 那但是条件是要我们有40个点 40个点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红蓝白卡 这时候呢 跟你的经纪人联系 把你现在的保险转到红蓝白卡 转到红蓝白卡 但如果你没有40个点的话呢 你可能就不能够来延续这个红蓝白卡 可能要自己付很多的钱了 红蓝白卡的话呢 它跟我们的加州健保的话 我们现有的保险不太相同 我们的卡呢 是一卡制all in one 但是呢 红蓝白卡呢 它是分住院 看病 拿药 它分三种卡 它就比这个是有全部分开的 我们现在的医疗卡呢 是住院 拿药 看医生 是一张卡 红蓝 为什么叫红蓝卡呢 到了65岁以后 我们分AB卡 那么A卡是什么呢 A卡是住院的 是住院的 这个呢 如果我们买40个点以后呢 这个宝费我们不用出 这个保费原价是400多 是由联邦帮我们来支付 那么呢 B部分呢 是看医生的费用 看医生的这个保险 这个保险的话呢 我们要自己出钱 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要交的这个费用是 144块6 2020年 我们要这个费用 来拿药的费用呢 拿药的这个 这个部分呢 也需要支付保险费用 但是呢 如果我们呢 加入一个 这个C计划的话呢 那么呢 我们只要付 144块6 付这个 看医生的这个 医药保险就可以了 其他就不用付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俗话说的红蓝白卡 红蓝卡分三个卡 就不是一张卡了 这一点大家要搞清楚一下 很多人搞不清 ABC什么意思啊 只是把它拆分开来了 那么呢 哪些人有资格呢 可以这个办理住院呢 办理住院是当我们呢 享受了 我们拿到了 144点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呢 拿到住院保险了 住院保险了 那么呢 是免费的 免费 那么B部分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B部分有比较稍微复杂一些 65岁以上呢 我们要交144块钱 但有些人的话呢 我们还在上班 比如说我65岁还在工作 我B部分 可不可以不需要申请呢 可以不需要申请 但是呢 你的住院部分 一定要去申请 换到那里 B部分等到你 不工作的时候 再去申请B部分 再去申请你的 这个医生部分 那就不会有罚款 但你要是A部分 那个医生呢 住院这部分 你不去申请的话 65岁是有罚款的 那么哪些人可以呢 拿到这个处方药的部分 拿到你处方 买处方药的部分呢 你只要有 A或B的人都可以去买这个 处方药的这个部分 那么呢 我们的C部分是什么呢 哪些人可以购买C部分呢 必须要有同时有A和B的人 同时有A和B的人 才能够享受C部分 那如果说一个66岁的人 他还在工作 他在工作的话呢 他还带你的A部分 他没有B 他能不能买C啊 不可以的 他必须在你的红蓝卡上面 那个卡大家看一下 卡上有A和B 这个时候找你经纪人 你就可以买C了 这就是ABC的一个 大概一个概念 有就是说很简单 就是说65岁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 移到这个红蓝卡了 红蓝卡呢 我们就变成了 几张卡在手里了 住院卡 看医生的卡 要卡分开了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今天我大概介绍 就到这里来 大家如果有 你现在可以把你的 sure screen关掉 可以在线上提问 男男 你把你的sure screen关掉 stop right 大家才能回到这个 哇你讲的真的 真是讲的非常好 这个对健康保险 真的非常了解 如果我现在是不喊停的话 估计你还有很多内容 还想再讲 我们看看我们这边 有没有什么大家有什么问题的吗 可以提个问题 有问题吗 Teresa你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吗 好 那我问您一个问题吧 那个您说的那个蓝顿比较好 我现在是Kaiser 我用了Kaiser我觉得挺方便的 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在一个地方 就可以解决了 那如果要是换成蓝顿的话 他的那个医生的network 有没有Kaiser这样这么好 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network的话呢 通常华人我会建议呢 要选加联医疗网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那两个字是怎么写 加联医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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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在Kaiser之外的这个保险公司 我们华人选的医生呢 一定要建议选这家医疗网 为什么选这家医疗网呢 因为这家医疗网里面的华人医生特别多 完全你听不懂 医疗网是什么医疗网 这个其实这个反而是我顾虑的问题 因为我选医生 我比较喜欢 就是在美国受教育的医生 在美国念书的医生 因为美国这个医生 他可以职一个 叫什么 行医的话 他不一定 一定是在美国念过书的医生 对吧 只要考过了就可以了 但是我比较prefer 在美国受过 在美国读过医学院的医生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是相反的一个想法 我对华人就是说 一定要讲中文 这一点倒还不是说 特别的坚持这样子 主要是就是说医生 他的水准 就是他的那个本身 他的那个 technology的这一部分 就是说比较 就是说与时俱进这些方面呢 然后他的年龄 各个方面 就是综合的考虑 是比较 比较好这样子 对 您这个问题挺好 还有一个呢 咱们说的医疗网呢 实际上是 所说的涉及到是HMO 但如果我们买的保险是 PBO就不涉及到医疗网了 没有涉及到医疗网了 我们就没有这个限制了 PBO是比较贵 但没有这个限制 我们呢 除了凯撒以外 我们任何地方都可以看 对 刚才特别人您说的这个 就是说的是 这个保险呢 您买的那个保险 就是HMO 只是限定他那一个 就是说 Kaiser的他的医疗系统 那么如果你买了 PBO的保险呢 你就哪里都可以看了 但是Kaiser可以接受吗 如果你有PBO的保险 Kaiser医生接受吗 不行 Kaiser他是独立王者 他是独立的 好像是 他的系统跟别人都不兼容的 对对对 你只能买他家的 只能买他家的 如果说买Kaiser以外的呢 如果你买PBO的话呢 你就在加州任何地方都可以看 不受限制 就这一点会比较好 但是呢 保险费呢会比较贵 保险费比较贵 同样假设我们以赢计划来讲 同样的话来讲的话呢 如果是赢计划 HMO假设是500块 PBO可能就是要800块 其实如果 我觉得你要没有什么基础病的话 其实也没必要 对吧 但是有些人的话 平时身体比较健康 只是说保险 只是说一般的例行的 每年这种检查的话 其实你不需要 PBO吧 因为PBO都是那些 有特殊病例的那些人 基本上 他们知道自己要看 我周围的朋友买PBO 他们是觉得 就是特别方便 他不需要就是转诊啊 你想看什么科呢 你就可以看什么科 就说一直在美国 PBO和HMO啊 已经讨论了好多年了 大家就说 HMO呢相对会比较便宜一点 那么PBO呢 就比较 因为你的选择面大 自由度大 所以就比较贵 就说他就觉得说 我不要你转整 不要什么都被你家庭科医生 给控制住 然后呢 我想看专科就专科 看谁就 都是随意的 所以PBO它是方便 比较有选择面 比较随意性大 是 是的 所以价格相对比较贵 就是如果说 我们大家呢 是在 094和087 那如果你选PBO的话 还是 还是挺好的 还是挺好的 那很多人 其实我觉得华人选PBO的 他的那个想法 他是为了去按摩 真的吗 我们都第一次听到你说这个 概念 买PBO可以去 去按做按摩 对 去按摩 他有收保险的吗 还是去哪里 他收保险 比较收保险的地方 都可以的 他为的是这个 然后我要去按摩 可以 他就转成PBO 哦 是这样子呀 针灸要按摩 对 所以说大部分 华人选的是为了这个 有时候我说 我就跟他讲 如果你参考一下吧 HMO呢 可能假设说 跟PBO之间的宝费 如果差一百两百 我说你用现金去按 可能还不要这个钱了 你不是每个礼拜都按吧 对不对 你每个礼拜都按 当然换成PBO可以 如果说你只是一个月 按了两次 我觉得HMO可以了 李安大姐 这个华人 李安大姐 她那个是 现在已经到了65岁 可以拿这个 刚才说的是这个 退休的这个了 但是她没退休 在工作的 那她的这个问题呢 我相信也代表了一些 这些朋友 您的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都知道了 都知道了 然后也谢谢大安娜 讲的这么详细 但是 就是关于这个 PBO和HMO的问题 实际上是 如果你在 就所谓嘉莲 或什么网 然后还有 她有很多的中国医生 然后也有那什么 但是最 所以HMO和PPO 最不同的地方 是PPO抵达过比较高 保费倒是一个小问题 到最后你看病的时候 就是每次 如果我买那个 PPO的话吧 你给它整理那些 抵达过的发票很累 所以呢 HMO呢 如果你没有太多的病的话 就比较简单 容易 会比较简单 就是说你比较健康的人 就不必要买PPO 我不知道这个理解 对不对 因为我的朋友 他们有PPO的人 都是他们都有一些 自己知道的一些病 要经常去看一些 专科医生什么的 那倒是 但是有一点 如果你的专科医生 在那个HMO里头 我是建议你 还是用HMO 因为相对 如果你住院 或者是开刀 这样的话 你自己的花费是很少 就我知道 我有一个亲戚 他摔跤 摔到 然后发了30万 结果HMO全部付清 要是PPO的话 他起码要付 罚勤快 最起码 对对 确实是 你看像我 前两天有一个客人 前两天有一个客人 他就是HMO和PPO之间 在转换 他有点白内障 要动手术 那么他是HMO 需要医生转诊 到医生那里去 到专科医生那里去 但是在转诊过程当中 可能他的助理 没有写得很清楚 所以就被 这个华眼公司拒绝了 说你要去看 你的眼科医生 那他因为他白内障 一个眼睛你看不见了 走路都摔跤 那后来我们跟 保陵公司沟通的过程当中 是因为医生的助理 在填写转诊的时候 没有写得很清楚 他以为是看眼镜 配光 是以为是这个 而不是说 因为是疾病的原因 所以眼睛这部分 再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说我们眼睛 是疾病的 可以用我们医疗卡 但如果是配眼镜 照光的度数的话 就要跟我们医疗卡 就不搭嘎了 我有一个问题 现在的话比较热点的问题是HSA 我不知道您现在没时间讲HSA了 HSA的话现在有些变化 是投资性的 还是说是saving性的 它是saving性性的 它这个的话 我不大建议客人做这个 它是怎么呢 它是你可以免税 你把钱放到这边去 放到这边的话 如果你要看医生的话 可以把这个钱拿出来 当你的口配 这些费用的 这样是是的 可是它现在好像不是也可以做投资吗 像Flatelity啊 什么的都可以去 打开您的图像好吗 要不我们这录下来都看的是个大黑屏 可以吗 好像是可以 那个什么了吗 那个 那个作为 一种投资性的 而且有些单位给买呀 现在是 可以卖的 这个呢 就是说您说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HSA的功效 一个HSA钱放在里面 是放到哪个部门里面的 咱们功效呢 就是呢 放了功效的目的 就是说咱看病的时候可以用这个用里面拿钱 那咱放那里面想 升利息呀 只要钱要增值呢 那就您要选 我是选做一个投资的这个部门 给我增值呢 还是拿固定利息 还是不要利息 所以您说的是两部分 那我当我选定HSA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跟那个办理公司 我要选择把钱放到哪一个这个户头里面了 是这样 我不知道您能够回答您的问题 就是先简单的交流一下吧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孙父 我看这个孙父 这个孙先生好像每次您都来参加我们的讲座 请问您是我们北京联合会的会员吗 我不是北京联合会的会员 但是我对这个对你们这个组织非常的感谢 因为你们经常组织这种会议很满意 这个品质很高 讲座的品质非常高 哎呦谢谢 我觉得您这样一句话呢 就是对我们是最大的鼓励 就是我们什么辛苦也都值了 我们上次好像好几次都看到您 所以我就说 那您是怎么看到我们信息的呢 是微信的有一些群里边他们发的有 我看到了我就过来听一听 那您到时候可以加入我们北京联合会的朋友群 以后呢消息就直接可以看到了 可以吧 可以的可以的 感谢 感谢 那我怎么才能加入呢 我先给您一下我的微信号 您加我 然后把您带进去 好好好 名字红礼 H-O-N-G L-I L-I 红礼 088 088 您加我这微信 然后我把您加到北京联合会的朋友群 好吗 好好好 谢谢您 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真的非常感谢 还有我们北京联合会的其他的朋友 你们要不要出来一下啊 海岚夏 Rose 谢谢 谢谢 Teresa 也是每次都特别的支持我们北京联合会的讲座 还有 看这个 这个Sandra 董大姐是 是我们北京会的这个也是支持者 我看一下啊 这个Charlie 这个我们许少礼这会长呢 睡了一觉啊 还是一直在开车呢 现在出来了 我太太在开车现在 她在开车 那你怎么着 跟大家 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吗 我倒没什么问题 因为你们刚才谈了一些什么PPO啊 HMO 其实我有时候也用PPO PPO的好处就是说 当你那个HMO referral啊 可能花的时间久一点 对不对 你看专科医生的时候 你要PPO来不及的话 你就直接用PPO 直接就可以看医生了 主要是这个好处比较多 对 确实是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前几天 那个客人他把内脏 因为那个医生助理的原因 所以呢 转整就没转中 造成他走路算得很飘 就是HMO就是一点不方便 但是宝费上会便宜一点 是 就是各有利弊 就是说一分价钱一分货 你付的钱贵嘛 享受的方便 也就相对的多一些 又要就是说物美价廉 相对就会有点限制 我觉得这非常的make sense 也比较正常 可以理解的 好 今天讲的不错 Diana欠她那个 我也一直听她讲 讲了一不听 我说她真的很厉害 谢谢 而且就是说 如果我看宋宝讲下去 她几个小时都讲不完的 她准备了45个slides 然后呢 我看她都在跳着的 要不然再讲的话 还有好多内容要分享 这也是你这个平时的工作呀 这个经验呀 知识的积累 真的非常好 也谢谢你今天 在北京联合会 公益讲座平台 来奉献你的专业支持 谢谢Diana 也谢谢我们所有朋友的支持 和参与今天的 公益讲座服务 谢谢D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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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北京联合会 谢谢D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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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na她是咱们北京联合会员吗 她先来 团队的干部呀 会员呢 有机会来分享一下 自己的专业的knowledge 非常好 谢谢 好的好的 那那个Charlie 你继续跟你太太 在enjoy你们的周末时光 还在路上了 快到了 还在目的地的 还在看 OK 那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这个孙父 孙父先生 李洋大姐 Helen 还有这个张一萍 Theresa Sandra 我看到的Gene 还有蓝白 Tamie Lynn 然后Kelly Anyway 你们的名字秀在这方面呢 我们就是简单的 深说一下 好了 谢谢各位 谢谢参加北京联合会 公益讲座 Helen 谢谢 Helen你在 谢谢那个 还有谢谢李洋 谢谢李洋 常务理会长 谢谢李洋 那个财务理会长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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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财务理会长 是常务理 是常务理 有任务的 有办理事的这个长 让我们这个许少李会长 人家天天在外边逍遥自在 得去度假 我们是责任性比较强 就说的说 哎呦 这讲座的一期一期得办下去 还要有品质 刚才大家 许少李很潇洒 对 他就一到周五 在拼命的工作 所以他周六对他来讲的话呢 就是 就是一个放松的时候 对 我可以建议说 李洋你是律师吗 我觉得我们北京联合会 要不要再做一个一期讲座 就是关于 就是说各类身份啊 办这些福利啊 其实这些大家 正好跟我们这个讲座 能不能match 就是说真的很多很多 不同的这个背景的 拿各种福利啊 或者这种申请东西 这些我觉得大家 其实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 有没有这样一样讲座 可以我觉得可以考虑 我觉得你这个就是说想法非常好 实际上呢这个 这个在 这个 Homeland Security的网站上 这个网站上全都有明确的规定 什么是exception 像你刚才说的那位就是拿着政治庇护的 然后人家问他说 你有没有申请任何福利 实际上是他们设案局估计是不懂法律 真正的法律的话 对这一类是exception的 他们不能够问人家这个问题 也不能因此拒绝给人家 social section number的申请的 因为这个移民局的网站是有明确的这个规定的 他们是exception 但是比如说你要是说 你是投资移民呀 或者说是工作签证啊 或者是这种就是说你担保了什么人了 他们申请了福利 那就是你享受了政府的这个公共的这个负担 那到时候呢 这个国家呀 政府呀 在你转换身份的时候 比如说非绿卡转绿卡 绿款转公民的时候 你会做到限制 这个是去年十月份的一个正式的法律已经出台了 哦这样是吧 因为我也知道有很多投资移民过来以后 他们呢律师是在中国 在美国他们没有律师 所以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是感到很迷惑 他们在这一方面 不可以 因为你投资移民是来美国 是人家来创造工作身份的 然后你是 这种客人给介绍给李红律师啊 这大专业的 对啊这样对接一下嘛 这样子 你跳过去了就不需要我们了 然后意思就是说 你本来是要美国给你 为什么会给你投资移民的这个身份 给你绿卡 就是因为你给美国做贡献了 给美国增加了就是工作的机会 那么你就相应的去享受人家美国的这个福利了 那是人的这个所提供的这些福利待遇 政府所给你的 这样就矛盾了 抵触了 可能你的这个临时立卡 再转换正式立卡 或者是正式立卡转公民的时候 就会被收获翻帐 这真的不是一个危言损定是真的 因为发生了太多这种事情 哦这样是吧 所以说拿着这个投资移民身份的人千万不要去 还有就说的是有的是留学生的身份 莫名其妙就收到了政府的一个书币 一千两百块 然后呢有的学生就会比较的老实说 哎我没有打工啊怎么会收到呢 那政府都是人为在处理的 可能都有就是说有疏漏的地方 你这种情形下千万不能去存这个纸票 一定要把纸票退回去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也是诚信是一个根本 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 嗯 哦 所以说来您这儿来买保险的 您呢一定要告诉 如果你们是投资移民的 我不能卖你保险 真的不能卖 卖了之后他们以后 一些就是说 其他的事情 好吧 那我们 就是投资移民 他来了 他已经批准他来了 那他可以买保险的话 健康保险 因为你还拿到 你还拿到这个公民 你还没有拿到公民 那你绿卡的时候 你是投资移民 那你享受了福利待遇 然后你在转公民的时候 同样还有一个秋后算账 这个时候明确的法律的约定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如果说你有钱做投资移民 难道没有钱去买健康保险吗 这本身就是矛盾呢 健康保险还是 对啊 还有呢 我们还有一些可能客人的 还有一个 正好在这边咨询一下 李宏医师 我们很多客人投资移民 进来以后呢 就是报税的时候呢 他就为了拿很高的补助 把他的税报得非常的低 那么这 我们这边只是负责办理啊 你报到 根据你的收入 我们来帮你来补贴 但是我就很疑惑 像这种情况下 他弄这么低 对他的将来的转换 真的会不会有影响 有啊 有很大的影响啊 那就是说 还有就是他的会计师 也非常重要 如果会计师说 一位就是帮你省钱省税 那你所有的这都达不到 这个政府所 就是说要求的这个标准 那以后都是有问题的 对对对 他可能是在投资的前几年 比如说你是自己来经营的 前两三年 你的生意不是很好 那是正常 第四年第五年 当时你的身份要转换的时候 你应该逐步生意会做起来吗 否则的话你怎么有钱 就是怎么能够有资格 去给别人来提供这个就业机会呢 所以这个投资移民 它的类别有说得清清楚楚的 你是什么样的人 政府可以给到你这个 奖励你的这个绿卡 是你要创造这个效益的 对吧 对啊 就是有些客人说 投资移民进来了 他说我确实 我的钱是之前赚的 现在没有钱了 一分也没有了 那我一年就是个两三万块钱利息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你把报税单拿给我 我就帮你办 至于这个身份问题 我说去问你的利息 但是我个人感觉好像不太对劲 像你这样挺负责任的 也挺不容易的 还能够 要不然你就说我卖给你了 然后卖给你的保险 很容易解决的事情了 那你还能够这样子建议他也是对的 不错 他不仅要问律师 还要问会计师 他都要问 而且我觉得这个会计师 一定要也要懂投资移民 有些会计师不懂投资移民 就帮他一味的 就像您说的那样 一味去省税 结果呢 就把他那个收入弄得非常非常的低 你说这个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 特别新移民来美国 或者北街舞区 都要特别小心 对对对 现在又是川普时代 所以这个抓的又是非常的严格 对非常严格 孙副先生您这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今天听得很好 今天学了大量的知识 太好了 我觉得参加我们这个平台的 都是爱学习的人 而且有的人还记笔记 然后提问题 Teresa记笔记上 都是好学生 好学生 特别难得 特受鼓舞 好了 谢谢各位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李律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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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中午愉快 对啊 许少林 你就好好 慢慢好好潇洒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挺潇洒的 好 就这样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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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